台股陷入 尽限保衛家 Don't worry Be happy 被撮傷的股票 都在這裡 歡迎回到星座的彈鼓 我是千涵 我是森森老師 這禮拜東京奧運登場 我們優秀的運動人員 是我相當賦予的成績 不過台股這邊 怎麼也在上演跳水比賽啊 他開始決定的 決定的臉 決定的臉 然後在這個轉移 他發現 他很糟糕的 把他的手放在 指數真的好劇烈 下週到底該怎麼宣布呢 我們先帶大家來關心 工作方面的星座運勢吧 需要注意的有四個 金牛 雙子 處女 摩羯 工作運勢不錯喔 很旺 尤其是雙子座最近有升官運 但是這個升官不是等著別人來找你 而是你要自己殺出一條血路 所以呢 你覺得這四個星座該選什麼股票呢 很簡單啊 要殺出血路 第一個要有POWER 第二個要鋼強力力 真的 台陽蠻適合這時候那個電的POWER 因為他是那個 低軌衛星 大家都在上太空 大家都要上太空 然後他還有做一個低軌衛星的 尤其美國有一個大公司 跟他訂了這個相關方面的大訂單 再來呢 一個呢 就是我們說的要鋼強的意志 那現在呢 鋼啊 跟鐵有關嘛 對不對 那現在的俄國還有那個像 中國大陸 他們是禁止出口 出口要課那出口稅 那台灣的很多的鋼鐵公司 都是受惠的 尤其夜薪這檔股票 本身我們本土的內資很喜歡 做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的股性非常活潑 再來帶大家關心 桃花運方面 天平、射手、水瓶 跟雙魚座的朋友 桃花運真的大爆發了 不過天平座跟射手座要注意 這些桃花有可能都是爛桃花喔 怎麼辦老師 爛桃花沒關係 打掉重練嗎 看星星還有育民啊 這檔股票其實它是屬於一個 比較弱勢的格局 但是呢 近期已經開始弱轉強了 大家團力變身 唉唷 我的車 唉唷 唉唷 講到這個 我就覺得有一件事情 我非要告訴你們不可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公司 第二季 它跟去年同期來比 爆增900% 那就是育民 育民呢 它第二季啊 有一個數字非常的棒 它呢 EPS達到1.22元 而呢 它是年增啊 900%叫做9倍 那我看到那個籌碼已經漸漸開始穩定了 有大腳進來了 那這個大家可以多留意 再來一個呢 那個星星呢 它也是做散裝船的 它呢 財報其實也不錯 它有一個財報是年增18.15%的 那也是不錯的 有成長的公司呢 大家就好好的在那邊把握它的機會 再來關於財運方面 獅子座、天蝦座 財運很好喔 不過呢 你的花錢慾望也很好 正負抵銷了 老師這兩個星座正負抵銷了 該怎麼宣布呢 那我們知道我們電池不是有正極跟負極嗎 那現在呢 我也介紹那個跟電池有關的 跟電動車有關的 以前它是主要是跟特斯拉有關的 它做一個叫做 特殊的東西叫充壓鍵 充壓鍵它可以放在車用上面 可以放在伺服器上面 而且呢 鴻海集團 他們還有加持它裡面這個伺服器的部分 那關於那個廣宇呢 最近呢 開始活功亂跳了 它是做那個電池限速的 你知道嗎 電動車最重要是那個電池 你沒有電池電動車怎麼叫電動車咧 電動車心臟 對嗎 就是心臟嗎 所以呢 這個地方大家就要注意 最後呢 是關於健康方面 你要做跟巨蟹座 健康其實你們都蠻有警覺心的 但是一些比較不好的生活習慣 的確比較難蓋 像熬夜啊 暴飲暴食啊 都要記得注意喔 那老師這兩個星座該怎麼宣布呢 大家就是可以注意一下 中鴻還有春圓 都是鋼鐵骨 都是鋼鐵啊 中鴻主要它有那個什麼冷壓鋼 鋼管 然後這個部分呢 主要就是工向美國他們的基礎建設 有給大家大訂單的 那還有一個受惠就是 你不管是你俄國或是中國 你在這邊限制出口還要一個稅 那這個地方呢 中鴻它本身就是受益非常大的 那至於春圓呢 我每次想到春圓肚子都會餓 就好像春圓的感覺 其實呢它有一個鋼板叫做捲板 鋼捲板 它主要呢是供應那個營造鋼 就是做我們做那個房子啊 或是你要什麼大型的建設那個營造鋼 那這個地方是春圓比較拿手的 所以今天為大家帶來這兩檔票 謝謝老師 接下來進入下一個環節 下週新一新探訪到底是誰 我們就請珊珊老師來揭秘吧 下週新一新第四名是 龍鋼 龍鋼上個禮拜講過了 這個是高牟利的公司 而且它是航太鋼 特殊鋼 大家就留意了 我們來揭曉第三名是 聖群 咦? MCU 他是跟誰有關呢 他是聯家軍的股票 聯電集團 他呢還有做一些消費性的IC 現在的法人政養的非常的嚴重 以現在目前來看 不管橫看、左看、右看都是大多頭的格局 那你可以多多猶豫囉 那馬上來揭曉第二名是 碩河 碩河,最近News沸沸揚揚的 這個公司本來是做太陽能的 現在它底下又有一個榮炭 最重要是做一個整合 整個相關電動車的概念全部一把抓了 這個股票後世大有可為 多多猶豫了 那馬上來揭曉下周星星第一名是 萬海 萬海 哇老師真的很看好貨櫃航運 為什麼只是萬海? 難道長榮陽明明都不是嗎? 因為我跟你說要比較學 有三雄當然我們要找第一強的 它符合已經落底之後的開始強勁的復甦了 所以這張股票會是三雄裡面的領頭羊 謝謝老師的精彩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個股的操作消息 也要持續鎖定星座磚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모두是